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婚礼上使用什么花衣布置比较好呢? 真花还是仿真花? 哈喽大家好,我是Amy,你们的婚礼策划师 首先看一下婚礼产地在哪里 那为什么要看婚礼产地在哪里呢? 因为我们马来西亚,亚洲的天气是比较热情的 比如说在室内布置,太阳不会只是到鲜花上 那你要看现场的空调是否在布置婚礼时就已经开始使用呢? 因为我们要把室温降低,花的持久度就可以拉得比较长 那如果室温比较高的情况之下,花瓣就会变得比较脆弱 那在婚礼开始时,鲜花就不能呈现出最灿烂的一面 那一般婚礼都选择鲜花来装饰,比美观又大方 所以选择户外也结婚的你们 可以选择鲜花搭配仿真花或者是全仿真花 那如果你选择的仿真花的资料是比较好的 其实看出来是一样的 所以想要招户外结婚的你们想要来宾抵达现场的时候 把原本布置好的地方完完整整的呈现出来 你的最好的选择是仿真花 所以选择场地也是一种学问 要婚礼策划师、布置婚礼的人、花育师 在当天呈现出最完美的一面 也要看你选择的场地和空调使用时间有多长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想要知道增加多的资讯 请到Expo店去Wedding Events的Facebook和Insideware查询 谢谢 如果大家觉得我刚才的分享 有帮到你们有多一点对婚礼的概念的话 请帮我Share and Like